说起李双江可能很多人不熟悉,但是他的很多经典歌曲一直流传至今,而且被广为称颂,如红星照我去战斗,我爱无耻山我爱万全和。 他的这几首军歌在军队也广受好评,由于李双江是军人出身,也为部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国家授予他少将军衔,前段时间79岁的李双江和52的妻子孟歌被拍到一同出行,李双江面容憔悴,再无往日的风光。 当初24岁的孟歌嫁给51岁李双江,孟歌在美好的年华却选择嫁给了他的老师,当时他们的师生恋并不被看好,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,他们一样恩爱如初,孟歌还为李双江生了一个儿子,老来得子的李双江直接把李天衣宠上了天,而李一天出生在这么优越的家庭中,有少将军衔的父亲,还有一级演员的母亲,却在他快要成年的时候误入歧途。 可惜真正苗红的红二代李天衣,13年的李天衣事件,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,不仅是李天衣成为了名人,而他的父母亲也火了。 此前,有人拍到李双江夫妇参加严肃老师的追悼会,神情凝重,略显疲惫状态,看上去衰老了许多。